如今国内商务MPV的一哥就是别克的JL28 上个月他甚至把武林红光拉下了宝座 完成了多年的夙愿 而国内市场上国产的商务MPV 表现最优秀的就非传奇的JM8莫属 虽然在销量上无法比拼别克JL28 但能够保持每月稳稳当当的3000左右的销量 说明JM8已经非常的成熟 上市之前就以JL28为对手的JM8 在车身尺寸上是不输震的 5066毫米的长度3000毫米的轴距 仅比别克JL28小了那么一点 但在国产商务MPV里绝对是大哥级的 新款的JM8在改款以后前脸的气场更加强大 双侧侧滑门也是MPV标准的配置 在整体体型和气势上相比于JL28丝毫不弱 车内传统的R23座椅布局 第二排豪华机航空座椅配置完全超越JL28 另外新款的JM8全系匹配了2.0T的发动机 功率185千瓦扭矩390牛米 在扭矩上可比JL28的350牛米高得多 另外它还全系匹配了8AT的变速箱 这也不是JL28的6AT能比的 JM8如今的销量没有大的突破 原因在于品牌力和口碑比别克JL28要差 另外车内的空间有一些小 而最重要的一点 179千8的价格还是有些偏贵 如果JM8的价格能够有所降低 相信它的销量翻上一番 不成问题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